台湾高鐵旅運人次即將突破5億大關 高鐵表示截至21號累計售票已達4億9970萬張 第5億人次新運兒很快就會出爐 呼籲民眾保存票根將有機會獲得一年不限區間 無限搭乘紀念年票 週日一早南港高鐵站旅客人次雖不到爆量 不過搭乘高鐵旅客數不少 不少民眾認為高鐵速度快停靠站少 縱使票價比台鐵貴了點 但為了縮短交通時間寧願選擇搭高鐵 因為用時間來算的話高鐵會比較快一點 偏貴一點點 我覺得可以八折左右吧 那四人很多比他生意蠻好的嘛 那可以考慮說票價可以稍微往下 八折的話我覺得應該就是蠻好的一個 favor 高鐵表示光今年六月單日運能就超過17萬人次 截至二十一號 總運量達到四億九千九百七十萬人次 預估今明兩天就會破五億人次 高鐵表示 第五億人次將可獲得一年不限區間 無限搭乘的紀念年票 高鐵運能提升 獲利穩定 觀察近五季的營運狀況 營收都維持在百億以上 不過負債人超過兩千八百六十億 但高鐵強調三年前完成財務改革後 幾乎年年獲利 負債利息費用也持續下降 去年則大賺五十三億 雖然物價指數達百分之三 依達調高票價門檻 但決定今年票價暫不調漲 記者黃略 陳昌維 台北報導 花蓮縣著西鄉 安南瀑布一帶 有不少民眾募集 臺灣黑熊寶寶出沒 根據花蓮領館處表示 這隻小黑熊只有四個月大 研判與母熊走散了 專家呼籲 民眾不要一窩蜂上山看熊 因為臺灣黑熊很敏感 亦受驚擾 小熊如果無法順利回到媽媽身邊 健康狀況堪憂 影秘術蟲中發現一團黑影 仔細一看 竟然是一隻臺灣黑熊 而且還是隻 只有四個月大的熊寶寶 探出頭張望的可愛模樣 被花蓮領館處人員用手機拍下 其實這隻熊寶寶身影日前被民眾募集 穿越台三十線公路 影片還被PO上網 吸引上版民眾圍觀打卡 專家學者呼籲民眾不要一窩蜂上山看熊 以免驚擾母熊代理小熊的意願 花蓮領館處二十號緊急封閉 南岸步道 並延長管制時間 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 禁止人員出入 目前小熊還在管制區律徘徊 至於母熊曾出現過一次 因為受到驚擾後 再也沒出現 四個月大的小熊還無法正常觅食 健康狀況堪憂 花蓮領館處表示 不曾遇過野生小熊與母熊分離的案例 因此不敢進行人工投養 或是人為介入照顧 希望清空區域 讓母熊順利代理小熊 明天下午將召開專家會議 評估小熊緊急地安置措施 同時呼籲民眾不要前往圍觀 記者黃略 陳昌偉 花蓮綜合報導 臺灣進入高齡化社會 現行的成年監護制度 當重度失智或上司自主能力時 有法院宣告監護 恐怕無法符合受監護人的意願 法務部參考國外立法趨勢 成年人一定監護 讓民眾可依自己的意思 選定未來的監護人 年老時可能病痛產生 可能面臨失智 失能 生活無法自理 現行民法規定 成年監護在本人喪失 一絲表達能力時 經申請人申請 才能夠由法院 一職權宣告監護 由配偶 四親等內的親屬 或是一年內 曾經同居者為監護人 但可能有些人 希望在健康時 就可以自己決定 法務部提出修法 增訂成年人議定監護 修法草案規定 成年民眾可以提前與人約定 當生活無法自理 受監護宣告時 可以由一人或數人 擔任監護人 有人負責照顧 有人負財務管理 可以自行決定 議定監護契約書 應由公證人公證 律師肯定 這是一個進步的修法 台灣市執政協會 也認為這項修法 可以減少市執政家庭 不必要的衝突 隨著少子化 或是單身 甚至是家庭關係疏離 法務部修法 改變傳統法定監護人的制度 以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 修法草案目前已經送行政院審議 記得陳淑君秋福財 台北報導 為了推動文化平台中國美館 今年暑假選定了兩場展出 由容忍來擔任導覽員 第一場是由有15年商業攝影資歷的鄭兆斌來解說 透過他的攝影長才 帶聽上觀眾解析攝影技巧以及看見作品裡面的故事 國美館裡龍人導覽員鄭兆斌正在為參觀展覽的龍朋友用手語解說加拿大知名攝影家尤瑟夫卡許如何透過技巧捕捉動人神韻 這張照片要靠沖洗的時候重複曝光 把好幾張照片堆疊在一起 透過自己的作品來解釋拍攝手法 因為鄭兆斌有15年的商業攝影資歷 導覽時不僅可以談影像中的故事 也可以說明攝影技巧 同樣也是龍人導覽員的陳詩翰認為解說得很詳細 他介紹得很詳細 說了很多的故事 像是攝影師自己本身的想法 拍攝的手法 如何構圖 以及背後的社會環境和事件 像是專有名詞或是歷史背景的解釋 龍人會不太了解 但是如果是龍人自己來介紹的話 比較清楚龍人自己本身的文化 從小成長的背景 習慣 解說會比較細 適合我們龍人 第一次受邀導覽 鄭兆斌可是準備了將近一個月 不過他也說經驗不足 沒能掌控好時間 導致到後來有一些作品 來不及介紹 希望國美館 可以設計課程 讓台灣龍人畫家 來這裡上課 來這裡上課 教龍人負責解說展覽 希望可以有這樣的安排 這兩三年都有在每年的暑假 志工招募期間 然後有開龍人志工這一項 可是這兩年來都一直是招不到 就是沒有龍朋友報名 招募不到龍人導覽員 所以國美館逆向操作 從參觀展覽的龍朋友裡面 去找適合導覽的人選 不過也希望未來能有龍人 可以主動加入導覽志工的行列 而這個暑假還有一場龍人專家導覽活動 8月26號會由台中起聰學校的 美術老師陳詩漢 來介紹國際版畫雙年展 記者牛宣文中健剛 台中報導